靠着校园网啊 打上了图榜第一啊 来看一下琉璃大神的国父SE女巫啊 阵容的话空军 园丁 哭气小丑杂技 这阵容打女巫真不错呀 没有补给能力上来对吧 信徒就是一刀 好了 这节奏狗好了以后咬住啊 带走 哭气小丑这波火箭 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 因为女巫本体的一个移速啊 真的跟她火箭差不多 好 这里只需要稳定 放狗咬住 必然能够顺利带走 来了来了来了 这波好 狗咬住即可 狗咬住即可 这里的话信徒跟上来 哭脚手没有任何的反射手段 一刀带走以后 补上信徒人上挂 这把无论是求生者什么配置 什么阵容 我感觉 当阵容改一改的话 可能还有得打 这套阵容 无论你是谁来打 我觉得就算 职业四黑来打 目前 上线也是跑一个 都不是宝品 没法打 这个击倒 太快 压到密码机 求生者外面的话 这套阵容又不够扎实 跟上来这边 先打一刀 好 那边的话 追双刀 追双刀 然后切闪 哎哟 空军就有针对刀 没打中 问题也不大 问题也不大 这边的话 空军这把枪 其实作用不是特别好 这里的话 是信徒 被车给撞了 其实这个时候换挂都行 这时候换挂都行 因为哭叫嘴上是挂着一个 那个信徒的 然后待会找机会 切闪就行 哎 拦一手 这边甚至防了哭泣小丑的 一个远程火箭炮偷袭 先把圆钉挂上 然后外面的话 慢慢去找机会 慢慢去找 这哭泣小丑 他得消信徒 消信徒半天 密码机差太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密码机的总量 你加上都三台不到 对吧 空军这边状态不好 满血来救人 打一刀救 然后 这里 切闪了 切闪了 只要能够顺利的完成击倒 一切都不成问题 二挂 哭泣小丑这边 这一波如果哭泣小丑 能够把这个信徒消掉呢 求认者 好像能稍微的再往后打一打 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什么呢 他们的密码机根本不够 因为他们这一轮 圆钉来救人 没救下来 导致整体上面来讲 他们的这个 救人 投入的人 力太多了 圆钉来了 倒下了 空军过来了 当时哭泣走 坐在椅子上面 等于说什么呢 三人不休机 只有杂技一个人在休机 这里交闪 这波闪现应该是 彻底将求生者的 希望给打没了 这波闪现打完的话 基本上把穷者的一个希望打没了 拦住 好 包夹 你看以穷者的视角 这个女巫真的 你感觉是一个人在玩吗 你感觉是两个人在玩 对吧 A控一个信徒 B控一个信徒 两边都在操作的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呢 还是这套阵容 这套阵容女巫 说实话 他如果说击倒顺利了 以琉璃大神的一个 晕了 一晕二 哎哟 这不有点帅的吗 哭起小手一晕二 一晕俩幸福啊 可惜机子还是差的有点多 可惜机子还差的有点多 没办法 这马的话 穷者配置其实很高的 应该都是人榜前30的大佬了 呃 穷者现在的话 能做的就是去考虑跑一个 虽然说空军这把枪还没有交 这顾桥准的 他也不是一个挂飞 是个二挂 但核心问题就是 现在女巫这里的 寄生信徒CD应该差不多好了 他补一个信徒 就是场上是个三打三 三打三 你空有一把枪是不够的 杂技这边接着修完 空军这边还没有圈 交枪吧 哎哟 这把枪有点捏得有点紧了 原生信徒压住 这边补上信徒 好 这样的话空军交自己 将棋棋刀以后找到杂技 完成 四抓弄门就不再干 感谢大家估计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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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